我觉得今年其实有个原因是因为台积电真的涨太多了 它整个拉大了这个大盘的涨势 就让许多人又重新燃起对投资市值型的ETF的兴趣 台湾现在ETF的选择真的太多了 我觉得缺点就是真的选到晕头转向 就是不知道到底要挑哪一支才好 其实市值型的ETF数量目前也已经不少 我记得之前有分享过 像是永丰台湾家全 元大MSCI台湾跟富邦摩台也都是蛮有代表性的市值型ETF 但这几档ETF的知名度好像就稍微低了一些 对就算是边缘人系ETF 对比较冷门 那如果我们定义比较太严格 就有些知名度比较高也比较多人买的 像是富邦公司智利 元大台湾ESG永续 国泰领袖50 群艺台湾ESG低碳50等等等等的 我们就从知名度最高的一对 也就是我们定期定额也有投资了0050跟006208 到底为什么会0050跟006208的价格会不一样呢 这两档的价格不一样 是因为上市的时间不一样 发行的价格也不一样 0050是2003年6月的时候上市 那个时候的发行价格是36.98元 那006208是2012年7月上市的 中间隔了10年 那它发行价格是30元 看起来只跟0050差了7块钱 可是不要忘了 这10年0050可不是白过的 股价已经涨到51块多了 所以006208的股价 差不多是0050的58折 不过我们之前有分享过 因为ETF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开销 所以我们需要看总费用率 也是大家常说的内扣费用会比较准 0050前三年的总费用率是0.43% 0.43%跟0.46% 如果听众朋友们是有看过 我们之前分享ETF费用率节目 应该是会有一点印象 就是高股息ETF很少有这么低的费用率 可惜0050它的对手是006208 006208前三年的总费用率 分别是0.25% 0.24%跟0.35% 不过听起来就是也不算差别太大 那到底为什么就是0050 它一开始能够保持优势 可是为什么它后来每一年都输了呢 主要就是这个内扣费用的差距 富邦投信在2016年底的时候 就有说它隔年开始就是2017年 会把经理费从0.3%降到0.15% 所以之后006208 经理费变便宜了 内扣费用也变便宜了 它的报酬率就接着每年都赢0050了 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在节目中会提醒听众朋友 看起来只差一点点 但是长期投资千万不要小看 任何的成本时间加上负利 微小的差距久了也会放大 那我帮大家问一个问题 我自己也非常好奇 你究竟是推荐朋友们要买0050还是006208呢 那既然海情要比我表态 一定要选边站 在这个我们不管拿给我钱的第一集 那个时候就有回答听众朋友 因为我们在做长期的定期定额实验嘛 我们有买0050、006208、0056跟00878 那个时候我就说相信006208绩效会最好 而且长期的绩效会胜过0050 不过差距不会到天差地缘就是了 虽然0050比较有名嘛 就是投资的人数也比较多 规模也比较大 那未来大家在做决定的时候 都不要忘记还要再考虑一下006208 它也是很有存在感 表现也很不错的 如果你现在是空手 或者说你还不知道定期定额 到底选哪一档才好 那我个人会推荐006208 因为比较低的内扣费用 长期就会带来更好的回报 那我自己是觉得小朋友才做选择嘛 我觉得两张都买